行政長官和新任中共總書記兼主管港澳事務的現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 在北京的中南海會面 出席會面的包括政治局常委張德剛 政治局委員李遠潮 港澳辦主任黃光雅 國務委員劉延東 和新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習近平讚揚特區政府管治團隊奮發務實進取 中央肯定特區政府的工作 習近平又說要全面準確理解貫徹一國兩制 尊重和維護《基本法》 而梁振英感謝習近平的勉勵 由指 在中共十八大會議之後 看到國家新一輪發展藍途和方向 感到十分鼓舞 從總書記 在十八大會議後 會見四文藉的講話當中 也看到了 推動 我們國家發展民主振興 以新的力量 之後梁振英就去到駐京辦 會見在北京工作的商人 說非常重視港人在內地就業和經營的情況 香港在內地有好發展 亦可以為內地作出貢獻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鄭麗儀在北京報道